好 今天這一集來回答小老弟的問題 有小老弟在選U-NEW的保護殼 或者一些軟的透明殼 其實都一直遇到一個問題 他現在要選最薄的那種保護殼 其實現在最薄保護殼 我推薦的是這個李森的 李森的話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我把它平定現在這種透明硬殼 最薄的我把它定為本頻道第一名的 這個殼我是建議一定要入手一個 來玩看看 現在小老弟你是要買TPU的還是什麼 你要最薄的 我這一集就來跟你們去做一個分析 就是說你現在了解說 如果你看U-NEW的那種透明殼 一般的都是TPU的 TPU的就是軟的 那軟的殼像我手中這個是TOTALLY的 TOTALLY的這個 它在TPU裡面我也是給它非常高的評價 可是你要了解TPU的 它這個邊就會稍微比較軟 那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跟這種李森這個是PC的 TPU的就是它比較安心 它的防摔比較好 因為它的邊是軟的 可是你現在問題來了 你現在買這種TPU的這種邊的這種殼 第一個它會變黃 所以這個TOTALLY這個殼 其實你們看的話它是已經變黃了 那再來就是說 它的這個一定沒有辦法很薄 因為它很薄的話這種TPU很軟 那你裝下去的時候它的邊就可能會變性 所以它就是會有兩難 現在的這種而且又有防摔 所以它現在這種不可能做到最薄 那最薄的話現在是大概是像這種硬的這種PC 它這個很薄 那它都不會變形 因為它整個都是硬的 很像壓克力那種材質 那另外還有一種是磨砂的霧面的 不過那個磨砂的霧面就是它就是霧霧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現在很多那種磨砂霧面的 它沒有做MagSafe 還有它也不防摔 觸感一定比這個PC不好 這三種的材質觸感最好的 我覺得是PC的這個 所以這個還是李森的這個殼是我是最推的 我是覺得你如果現在要買這種TPU的這種透明殼 你要最薄的應該是不可能的 大概現在市售的大概都差不多 就是都會有一個厚度 那還有就是它要防摔 所以這個是一定是沒有辦法薄的 那最薄的是李森這種 那我現在拿這個厚薄給你們比較 如果你要從這個側面來看的話 你看你這個一比較下去 這旁邊差那麼多 你們看這邊 它是差很多的 對一下 對齊一下 你看這個 就是大概又差了大概 1-2mm左右 所以最薄的就是李森的 那我這個TOTALLY的已經算是TPU裡面很薄的 那我相信它應該還會比那個U-NEW更薄 但是這個TOTALLY這個你也買不到啊 還有TOTALLY這個這種TPU的會變化 我是建議你買李森這一個 李森這個是我已經 不要再撥了 就是有時候我想要用裸機殼的時候 我一定會用李森的 那你就是把它清潔一下 然後它有三個按鈕 這個鏡頭這邊有基座保護 然後它可以貼鏡頭貼 因為它這個孔包很大 我就隨意了 這不清潔了 就裝給各位看 它裝下去的時候呢 就是跟裸機一樣超薄的 它這個基本上你如果沒有仔細看 你就看不出來 你以為它完全沒有裝 所以最薄的我是推這個 它這就是裸機 而且因為它是這種硬的PC 所以這個手感摸起來很滑潤 它不會像說你這個TPU的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旁邊是軟的後面接硬的 所以它有時候這個轉折的時候會有那個毛邊 那這種硬的PC 它是一體成型的 那它這個絕對都是超級光滑 這個摸起來百分之百 這個手感絕對是最好的 而且它很裸機 按鈕又有三顆按鈕 這個按鈕在按操作都是非常好操作的 然後後面又有這個基座 孔又挖很大 有保護又很安心 你這樣放桌上都沒問題 也可以貼緊頭貼 它的磁吸MagSafe的超強的 所以這個有時候我要裸機 這個是絕對最裸了 而且它的手感還比原來裸機好 因為它是光滑的 你原來的裸機的話 你是金屬的配它這個玻璃 它這個轉角是意思是比較銳利的 那如果你裝這個李森這個殼下去 它是很圓潤的 所以反而它裝下去更好以外 就是最棒的 這個我給它第一名 所以你在問說什麼 你要買那個透明的TPU的殼 說什麼要選哪一個薄的 我覺得這種都不可能會薄啦 最薄的 最薄的就是你要要嘛 就買那種磨砂的一層皮而已 可是磨砂的那個一層皮的 那個手感不好以外 也是沒有防摔能力嘛 那你不如買這個李森這種 它這種是光滑的 磁吸又強又有按鈕 當然啦它可能防摔能力也沒有啦 可是基礎的防摔啦 但是它整體的手感就是第一名 所以買李森的啊 不用問了啦 而且它不會變黃 不然你要變黃嘛 所以這個透透力這個也是黃啦 這個就不用了 而且它這個都是掛上 那像李森這個就比較不會 這個就是非常好 所以我就推李森啦 本頻道最薄的你們就買李森啦 而且我們還有折扣嘛 一定要入手一個李森的 那你就知道 好你買了以後你都不要問 你買了以後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囉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太好了 感谢观看